在遵循性中挣扎,日本的不成文规则 在日本,遵循性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期望 它是渗透生活每一个方面的不成文规则 这是一个突出的钉子,会被敲大的国家 在这里,融入比突出更受欢迎 这是一个重视和谐与一知性的文化 又是这是以牺牲和行为代价的 对外国人来说,这就像是在一片遵循性的海洋中挣扎 在这里,你的独特性挣扎草求生,你的声音奴隶被听见 但这不是为了融入而失去自我 而是要理解在尊重文化规范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重要性 并保持你的个性 在这个领域中,道行需要一种细腻的方式 直到何时为了和谐而遵循规则 以及何时巧妙地坚持自己的个性 这是一条走钢丝的行为 但掌握它可以让你再不失去自我特色的同时蓬勃发展 正面对日本仓库的工作文化 日本的工作文化一起强度组成 要求员工风险和牺牲 这是一个长时间工作被视为常态 加班被默认接受的文化 但要在这个环境中蓬勃发展 你必须直面它 这需要人性、挂应能力 以及愿意挑战现状的意愿 这是关于设定界限 有限考虑自我关怀以及长到自己的父子 是的,这很困难,但不是不可克服的 通过认识到挑战、寻求支持 并找到保持健康工作生活平衡的方法 你可以用力量和决心在日本仓库的工作文化中导航 这不是去赋予压力 而是在你镜中保持坚强 为自己开辟一条适合的道路 不要回避挑战 面对你的恐惧 最终的日本工作经验 在日本工作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它是一次经历 会促使你面对自己最深层的恐惧和不安 从害怕失败到害怕文化误解 家与日本工作文化的复杂性 可能令人身为 但正是致命这些恐惧 你才会发现成长、任性和希望 以及个人发展 拥抱不挂 迎接挑战 将它们作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无论是掌握语言 扩应新的系俗 还是在登记森严的环境中坚持自我 每一个你克服的障碍都将增强你的信心 准备好影接下一个挑战 在日本 你的职业道德真正受到考验 在日本 你的职业道德不仅是一种特质 更是短造你意志的融入 在这里 标准积高 期望无情 这是一个不仅重视努力工作 而且期待努力工作的国家 从清晨的回忆到深夜的加班 对工作的投入是不容上却的 但这不仅仅是关于工作时间长短 而是关于你努力的质量 工作的精确性 以及对卓越不懈的承诺 在日本 你的工作态度 不仅仅反映了你的专业性 这是对你的品格 人性 和应对挑战能力的证明 所以 如果你准备好了 用你的工作态度来接受考验 推动自己达到新的高度 并用抱对完美的物情追求 那么 如果你准备好了 日本正等着力 请小心 庆主义 路途将是充满挑战的 障碍将会很多 但无论是个人还是职业上的回报 都将是五欲论币的 日本的工作精神 梦想再次破灭火城镇 日本的工作态度不适合贪小的人 这是一个地方 梦想要么因缺乏努力而死亡 要么在无形的坚持中 蓬勃发展 在这里 过渡工作是常态 而专注于齿迷之间的界限 变得模糊 但别告错了 这并不是说 要把自己告得分身碎骨 这是关于 深厚的文化承诺 追求卓越 精确和尊重自己的角色 无论角色大小 如果你来到日本 以为敷衍料失的态度就能通过 那你将会非常正量 但如果你准备好 接受这种态度 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只利于不断地提升 你的梦想不仅仅是生存 它们会飘扬 所以 问问自己 你准备好在面对挑战 是让你的梦想现现 还是准备放弃 或者 你会让日本的工作态度 将其断造成不可摧毁的东西吗 选择全在你 要做出重要决定 在东京密实的梦想 在幻想与现实相遇的地方 如果你认为东京 全是你红灯和梦想成真的地方 那就行行吧 这个城市将幻想交随 然后吐出现实 在这里 梦想很容易迷失方向 除非你坚韧不拔 这不是关于东京能为你提供什么 而是你能向东京证明什么 你会遇到障碍 语言障碍 文化冲突 要求你全力依附的工作态度 猜猜看 什么 没有人会把成功送到你面前 通过汗水 眼泪和人心转去的 所以 请放弃幻想 如果你来到东京 就准备好违梦想而战 瓜印兵克服挑战 在这个城市 现实是残酷的 但对于那些反击的人 他的回报无与伦比 在日本没有借境 成功的道路漫长 在日本 成功不是短跑 而是马拉松 这里不存在借境 成功关乎多年的风险 努力工作和不断的进步 无论是在艺术 商业还是技术领域 精通是关键 他能把最简单的人物 变成艺术形式 寻找快速生理 错地方 但如果你准备好长期坚持 愿意从错这种学习 并且愿意投入时间到你的记忆上 那么日本就是你的舞台 在这里 真正的成功 不仅仅是受到尊重 它被憧憬 要求你在每个转折点 都做到最好 席经懈怠 定号目标 开启路程 这很艰难 但奖礼不仅仅是成功 这是一段旅程的满足感 它不仅改变了你的职业生涯 还改变了你对生活和工作的看法 别把日本理想化了 不仅仅是动漫和英华 在这里 梦想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 深入的文化理解和不懈的工作态度 期待轻松的旅程吗 再想想 日本是关于真正的挑战 融入 语言 社会规范 是时候放弃幻想 卷弃修子 深入了解日本生活的复杂性了 机会 有很多 但是他们是要靠努力获得的 不是摆送的 还没准备好承担责任吗 也许日本不适合你 但如果你决心面对艰难的旅程 适应并克服 那么欢迎 做好准备 这将时间难得 但非常值得 日本效率的残酷城 是生存之难 日本的效率相与世界 但背后的之律呢 这是你需要亲身体验 才能真正理解的事情 并不只是关于快速完成事情 而是关于完美 精确 和不断追求进步 这种效率 伴随着高旗王 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每一分钟都很宝贵 对心来这来说 就像是被扔进深睡去 让人不知所措 这是一种令人不知所措 要求严格 毫不留情的体验 但这里有你的生存之难 挂影 学习并拥抱眼镜 也要知道 这种追求效率 深深至根与对时间 对人 对过程的尊重 不要把直接的反馈 看作个人批评 而是将其实未迈向卓越的一部分 日本团队合作的阴暗面 在日本 团队合作场辈 欲为成功的基石 但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的现实 服从压力 害怕吐出和强调团队和谐 可能会扼杀个性和创造力 这是一个不鼓励意义 发言可能被视为软弱的文化 这可能会导致缺乏创新 不愿挑战现状 以及群体思维的文化 日本团队合作的阴暗面 是压制个人声音 边缘化不同观点 以及维持一个重视 以止性高于创新的 严格等级制度 要想在这个环境中 蓬勃发展 你必须在融入与坚持自我之间 找到微妙的平衡 寻找方法 在忠于自己的价值观 和信仰的同时 做出贡献 这是一个需要勇气 人性 和挑战常规的挑战 所以准备好直面 日本团队合作的阴暗面 即使在一直信中 也要开辟自己的道路 光线背后的坚人 生存与日本的工作 在日本光线亮丽的外表背后 隐藏着一种 一见认为定义的工作文化 这不仅仅是关于 妖艳的灯光和科技契机 更是关于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在这里生存意味着 不仅要忍受长时间的工作 这是关于永保持续改进的心态 和对勤奋的深深尊敬 在这种环境中 你的人性将受到考验 而你的承诺是成功的关键 这是一个团队合作和精确性 不仅被赞赏 而且在每一个层面上 都被期待的文化 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 你需要有决心 适应能力 和从周围人内里学习的意愿 Mystery 日本工作文化的魅力 是对心情工作和毅力的证明 在日本的外国人 艰难的生活 作为日本的外国人 这是一次现实检验 不仅仅是一场冒险 你正面临着文化 语言和职业挑战的浪潮 忘记兴起 这是关于在一个统一和传统的社会中 努力打造你的阴极 语言障碍 你成为好奇心对象的工作环境 以及要求不断学习的文化 但这里有个转折 这些艰难的挑战 是你成长的机会 它们不是障碍 而是通往人心 适应心 和更严阔世界观的台阶 所以外国人们 技术 每一个挑战 都是变得更强大 和更加融入 日本丰富多菜至今的机会 用暴力成 让它把你不仅变成一个幸存者 还变成一个着装成长者 在日本 坚持不懈的 干巴如概念 深深跟治愈人性 它被誉为一种美德 是在你经中间人不罢的证明 但现实是残酷的 勉强常常意味着 默默地承担重担 肚子面对挑战 为了更大的利益 牺牲个人复制 这是一种坚持不懈的追求 在这里 失败不是选项 寻求帮助被视为软弱的标志 对许多人来说 这种坚持不懈的期望 可以导致精疲理解 心理健康问题和鼓励感 同时 虽然坚持不懈是值得赞扬的 但认识到它的待己 并在需要事寻求支持 也是直观重要的 在一个基督中 是忍耐的文化中 记得有先考虑自己的复制 并在面强变得难以承担 是寻求帮助的力量 日本的奋斗 你够见人吗 日本的工作文化一起奋斗 追求完美的不懈 长时间工作和持续的压力 而臭名照处 这是一场耐力 人性和心理素质的考验 与众不同 你够呛饮 能承受日本奋斗的要求吗 你能否日复一日地超越自己 追求卓越 这不仅仅是关于体力的耐力 这关乎情感的任性 心理的坚定 和坚定不一的决心 日本的奋斗将会把你推向极限 以你从未想象的方式挑战你 但对于那些足够强硬的人来说 坚持下来的回报是巨大的 个人成长 职业成功 以及深切的成就感 那么 问问自己 你准备好迎接日本的奋斗了吗 你构建人 能在世界上最拘挑战性的工作文化中 着装成长吗 这不会容易 但如果你准备接受挑战 日本等着呢 在日本去的成功背后的牺牲 在日本成功并非没有牺牲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许多优质之事必须面对的 要在日本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判登成功的阶梯 你需要做出牺牲 无论是与亲人的时光 个人兴趣 还是你自己的幸福 要想卓越 压力是无处不在的 期望值也是极高的 长时间的工作 强烈的奉献精神和坚定的承诺 通常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这不仅仅是关于努力工作 还包括你愿意在过程中做出的牺牲 你准备好为了事业牺牲 个人生活了吗 你能应对成功无情追求 带来的心理和情感负担吗 在日本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这些是你需要深思的问题 虽然牺牲可能很大 但对于愿意付出的人来说 回报也可能同样巨大 技术在日本去的成功 往往需要付出代解 如果你想达到定峰 就要准备好付出 在日本实现梦想的真相 生活在日本 事实后面对现实了 这不是长家 这是对应对世界上 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文化的承诺 你不仅仅是搬到一个国家 你是在融入一个 重视一致性风险和努力工作的社会 那些令人凉叹的Instagram照片 他们不暂时深夜的心情工作 对完美的无情追求 或是许多人在繁华城市中 面临的孤独 但事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准备好接受挑战 虽然文化并付出努力 日本刷合你 日本可以将你的梦想 编为显示 它提供成长 人性和信心 以及你在其他地方 找不到的经历 所以放弃幻想 准备好迎接艰苦的奋斗 文化障碍 以及真正生活在日本 所带来的难以执行的奖励 这很艰难 但对于勇敢者来说 每一秒钟都值得 在日本 工作到私的方式 在日本 工作到私 不仅仅是一种说法 对许多劳动力来说 这是现实 这个概念 被称为国老私 凸显了日本紧张工作文化的极端 长时间工作被视为 忠诚和风险的标志 过度表现的压力巨大 然而 认识到这个问题 已经激发了对话 并且正在慢慢改变 这是一个护许 要在尊重传统和追求幸福之间 找到平衡 真正的力量 不在于工作到紧疲力尽 而在于找到能通时 维持公司 和个人健康的生产力 所以在日本 在这一转变中夯性 挑战实现而易见的 重新定义成功 不是通过工作时间的长短 而是通过它允许的生活质量 这是目标 一个工作文化 在这里 风险精神与负质相遇 确保工作到死 成为过去的说法 是什么阳 是什么阳 氛洑川